内地昨天新增68宗新冠肺炎病例 新疆和辽宁继续出现本土个案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增57宗本土病例 这波已经累计出现超过230宗确诊个案 辽宁就新增6宗全部在大连市 当地不够一个星期之内 已经出现44宗本土病例 有32人是海洋海鲜公司的员工和他们的家属 当局宣布即日开始 全市停止举办婚宴、生日宴等集体聚餐 而北京市就相隔大概三个星期之后 再出现一宗本土病例 属于大连市疫情的关联病例 患者在月中曾经跟大连市的无症状感染者吃饭 当地也多一宗境外输入病例 国家卫健委说 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以来 对全球来说一次严峻的考验 又承认今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不足和问题 至于未来的秋冬季节 当局说全国正物乐紧固为防控工作做好准备 认为内地已经累积了经验和基础 相信能够应对秋冬季的疫情 无线电视机长曹家荣报导